236呢 这个药叫做奇招 奇招 奇招呢 在金方里面 我们有大黄浙虫丸 我们在治疗瘀血 成年的老血的时候 会是用到奇招 那就那个地方用到奇招 张仲敬用一次 那奇招这个药呢 是金龟子的幼虫 那在一般来说 长得比较脏的地方 比较脏的地方 那是专门有一点毒性的 能够去干血 干血 血瘀血块 破骨折啊 血在斜下肩满啊 轻衣啊 眼睛的轻衣白膜 那老师你怎么知道 它是瘀血呢 我们叫肌肤甲措 所以中医号 很棒 这种说各位终于走对路 肌肤甲措 那肌肤甲措什么叫肌肤甲措 皮肤啊 像那个就好像蛇皮一样 一块一块的 拍一拍 白白的瘀掉啊来 老师全身 不是 只长一段地方 一截的地方 从三阴交到离沟这一段 脚上面那一段的地方 那个腿拿下 这个小腿怎么搞 怎么上面那个皮肤 几乎假说 里面有沉血 肚子 肚子里面有恶血 很深的地方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展现出来 这个时候 就是所谓大黄自从丸症 那里面就会有 用到其召这一味药 那大黄自从丸症 里面很多药丸 很多的药 有时候不容易早期 然后地鳖虫啊 不容易早期 当然这是张仲宇出的方 我也有点怀疑 张仲宇怎么会把这个方子进来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 经方使用的时候 很多的 不一定要用到动物性的药 我们用植物性的药 一样可以把它清出来 出来就蹦个出来 这也问不到张仲宇 是不是你摆进去的 对不对 因为张仲宇处方 经方的时候 我们所谓经典之方 就这个处方 简单几位药 那像温并派 南派的中医 你去给他一声 我咳嗽 他可以给他八九十位药啊 所有本草钢膜里面 能治咳嗽 都都开在里面 枇杷叶一分 五分 然后这个什么的 性人几分 北性人 男性人 他北性人 男性人不一样 他北性人 男性人几全 弄一包 然后咳嗽 然后算算看 药房拿到的药单 也想 这个药都不想抓 不想做这个生意 太麻烦了嘛 这个两分 对不对 两片 那个几片 拿到金方加他药很开心 为什么 五味药 七味药 四味药 两味药 结束了 好 一包就结束了 金方是这样子 因为他是经典之方 就是我讲的 绝对主方 那这个奇招呢 在以后你们读到金规就知道 大药这什么话 一票啊 那么多药在里面 张总理不太像金方 但是有 我们就要 我们不敢乱删 我有些地方 我把它修正过来了 实在太离谱了 我把它修正过来 那临床上 我们修正过来 看看治证 一句 治二句 知道我修正是对的 介绍到里面 会跟大家讲 一个地方用到奇招 那你要去找 到那份坑里找 他书上这样写的吧